香港学联发动的为期一周的抗议北京正改框架决定的大专院校学生罢课 今天星期四进入第四天 参与罢课的学生和声援的市民继续在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 邀请大学的教师讲授公民课堂 下午有数百人出席 晚上有论坛和集会 此外为抗议特首梁振英没有到天马公园与学生对话 学联今晚发动学生和市民包围行政长官的官邸李宾甫 现在我们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 请海燕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海燕你好 在线上吗 你好 海燕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对 现在在八点以后 这个学联在举行一个学生和市民参加的集会 他们现在在集会完九点 他们率领参加到礼宾府抗议的学生和市民游行到礼宾府举行抗议 抗议特首梁振英没有回应学生的要求跟学生对话 另外呢 由于他们香港局联一贯的认为就是游行示威是公民的权利 所以他们特意还是像以往一样没有申请警察批准 就是所谓的不反对游行通知书 另外 但是他们会把游行路线 还有这个意图已经在礼宾府的这个抗议呢 已经告知警方 警方也明白 而且警方也今天一直在试图跟学联联系 要求学联提出申请 但是到目前学联也没有提出邀请 申请 海燕 我们看到报道说 今天呢 香港有一个中学生在宣传中学生罢课的时候呢 据说是受到了袭击受伤 那么这个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意外呢 还是确实是受到了袭击 对 这位是一位17岁的中六生 也就是相当于高三的这个中学生 他今天早上7点多不到8点的时候 在九龙大围这个港铁地铁站对面一个街站 他们有五个学生 其中四个发这个传单 单张呢就是号召市民还有学生支持 或者参与明天学民思潮发起的中学生罢课 但是另外这一个学生呢 受袭击的学生呢 他是拿着一个麦克风大的那个 他们叫公麦 完了是在向市民讲说 这时候呢 一位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位男子呢 过来以后就对着这个麦克打了一拳 结果这个麦克的后头就撞到了这个学生的嘴上 把他的一个门牙给撞掉一块 对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这个包括这个学校的校长 还有徐民思潮 还有香港最大的学生教师组织 教习都发声明 就是强烈谴责这起对中学生施暴的情况 呼吁呢 这个社会尊重不同意见 这个要遵纪守法 不要陷入任何暴力行为 海燕 我们还注意到占领中环运动 今天发布了新的行动指南 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 他们今天发了一个这个指南 主要是要求 可能在10月1号参加战中的学生或者市民呢 要遵守就是严防不能涉入任何的暴力 而且不要戴口罩 而且要服从警员的 不要抵抗警员的拘捕啊 或者是带走 另外呢 他们特别强调未成年的人呢 不要参与战中 因为他们是要负刑责的 而且 他们要求 这个公民的参加者呢 要带 备好两到三天的干粮啊 或者是饮料啊 以及这个保护眼罩 睡袋 还有这个 比如说手机的备用电池等等 还有 有些人说如果 还是要求就是如果愿意戴睡袋啊 或者大毛巾的 也都可以戴 另外有一项特别 有意思就是说 他们站中的安排已经非常的具体 就是说已经具体到如何 如错 就是商厕所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在 战中的当天 会在现场中环附近 设立流动的厕所 但是呢 因为估计人会非常多 可能至少有上万 还有包括其他围观的支持的 所以呢 他们要求男士呢 自备小水壶之类的 完了 就是强调要让女士使用那个流动 谢谢海燕 感谢美国之音 祝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 我们下午后就会在这期间的我们计划 如果是在没有